接下來還有一個收集 我們剛剛在 問一下大家 平常沒有在做相簿的備份對不對 沒有你都不擔心嗎 其實我還蠻擔心的 數位化之後其實以後會造成一個什麼情形 你知道嗎 數位記憶的遺失 你也許有那種經驗就是印碟壞掉 或是什麼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現在大家請問你有沒有洗相片出來 好像很少嘛 所以你應該知道照相管現在很難生存 真的啊 有洗的都是因為可能是公務上需要印出來 現在慢慢公文電子化之後 印出來機會又減少了一點 印 一定絕對是不划算的 可是老師請問一下 現在整個我們都在雲端對不對 對 哪一天我們會不會被雲端所綁住 也有可能啊 所以綁住越多的 它會存活的越久 像FB萬一哪一天不見的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FB用比較多的 你的朋友 你的社群 你的粉絲頁 有沒有 是不是都在上面 相簿都在上面 對 通常這種不會無預警就倒掉了 它會提供你一些就是搬家的方法 但是不可否認就是說 萬一你真的有資料 或者有的帳號那個密碼忘記了 也有可能嘛 對不對 就是你常常都是勾起來 你記住我忘記嘛 對啊 對啊 然後換一台電腦它就忘記了 哈哈哈哈 但是你又找不回來 對 你又找不回來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沒有辦法了嘛 對不對 所以萬一你的照片真的不見了 你會發現說 你會有好幾段的記憶是完全消失 變空白喔 很可怕 所以 數位化之後 其實有時候也是蠻 蠻需要擔心的 所以我們先看看 先看看這個 Google相簿 現在呢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基本說明 這裡 就是Google相簿的部分 現在它有推出就是說 你只要是1600萬像素以內的 不管是照片 如果是影片的話 就是我們講的Full HD Full HD 1920x1080以內的影片 它都可以幫你無限容量的備份 大部分應該大家的相機都沒有那麼高畫素嘛 對不對 所以說應該都還可以 除非你是好幾千萬的那種 家式的那種 有沒有 哈哈 有啊 現在有那個 相機那個像素很高的啊 或者是單眼的 也許會超過 但是一般的應該夠 尤其是影片的部分 那你這樣可以無限傳上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備份 也就是你今天在你的手機裡面有拍的照片 那你也有裝了相關的APP 就Google相簿有一個APP 那你有設定好了 它只要連線的時候 就是自動幫你做備份 自動幫你做備份 所以你也不用說 刻意說我一定要開始上傳 不用 它會做同步 因為它才會 對對對 那最近呢 它除了做這個以外呢 最近還推出了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那一年 哈哈哈哈 我們一年是 哈哈哈哈 我們的那一年啊 咦 各位 你有沒有想過 像如果我們幾位前面老師 我們童年年的嘛 結婚的 你日本的娘家本啊 請問放你的 我會搬家 可能就順便丟掉 好不好 那如果是同學的 咦 國小的 國中的 照片 你有沒有 有時候拿出來看 很少對不對 所以 它現在推出這個 我就覺得還不錯啊 那一年 哪一天的照片 到了那個時間 它會跳出來 幾年前 順便幫你整理一下 你可以隨時就點進去看 這樣 對對對 它會自動幫你提醒 這樣還不錯吧 事實上它還有幫我們幾個功能 就是除了備份 備份是最單純的功能 很多人拿雲端立碟 就是做當作 真的是當一個隨身碟 還用而已 我只能跟你講 可惜可惜 因為呢 雲端立碟還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那 Google的相簿呢 它還有一個功能 還有一個功能 它會自動 除了幫你做備份以外 它會自動幫你建立所謂的故事 也就是說平常 各位出去外面的話 你會怎麼樣 比如說你參加一個活動 那你是不是會收集起來 整理在一個資料夾 然後呢 告訴他說 這是資料夾 比如說我今天參加延期 這是延期的照片 類似像這樣嘛 那Google現在很聰明 它會自動幫你整理好 變成一個故事 它就自動幫你拍好 那另外呢 它會幫你做影片喔 比如說你可能這一段對不對 今天有拍影片 有拍照片嘛 它會自動幫你剪接成一個 30秒內的影片 有點像精華 它會自動配列 所以呢 以後你會發現 原來 現在 不用太多整理 當然 這個故事你還可以自己編輯 跟修 調整 但是影片就不行了 故事的部分可以 比如說你要增減照片啊 要加說明啊 這些都可以 那另外呢 他還可以幫你做一個 欸 最近 蠻紅的 有沒有 常常看的GIF的動畫 動來動去 幾張張動來動去的啊 現在連Facebook都支援喔 本來 GIF 已經快要 Sayonara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網頁上最早會動的圖片 可是後來因為Flash的興起 大家都不想要了 因為 它只是會動 可是Flash有聲音影片 有互動對不對 可是呢 隨著Flash的沒落 各位應該知道 現在行動專制上 Flash可不可以看得到 看不到了 對吧 聽到賈博斯 嚇嚇嚇了 他就沒了 所以呢 GIF反而又 異軍突襲 因為他又可以做動畫嘛 所以大家就覺得蠻有趣的 欸 又回來了 本來Facebook是不支援的 他可以做這個 另外有一些說圖頁 這樣你大概了解 所以我現在 就進我的給你看 好不好 那這些資訊呢 你有興趣可以去查一查 OK